老头闲着无聊 正打穿去院子里埋个人 突然就觉得身后的树不对劲 那一锤子扔过去 暴力非常高 奖励一个手持板斧的大汉 但老头丝毫不慌 一个挥手掏 大汉一顿操作 挡下了原本就打不动自己的子弹 并且用同样的准头 扔掉了唯一的优势 接着双方1比1还原了 格斗游戏的打斗场面 而在打游戏底的 丝毫没有察觉 老爹正在身后暴躁大汗 这时候阿强听到厨房有动静 跑进厨房一看 老爹说他正在做饭 阿强拿了一块饼干就出去了 结果发现这是花生饼干 他对花生严重过敏 就想回去换一块 然后就发现老爹正在搅肉馅 看着自己最爱吃的香肠 阿强觉得老爹是在写狂人日记 那没办法 老白承认了自己是个秘密特工 花音刚落又来了四个杀手 直接对着屋里疯狂扫射 老白急忙掀起单薄的桌子 挡住了所有子弹 那毕竟是特工的桌子 这很合理 如今身份曝光 老白也不装了 直接摊牌 我还藏了个军火库 阿强还没反应过来 老白就扔给他一把枪 阿强说 我不会用啊 老白说你会 你仔细回忆一下 原来在他刚出生的时候 老白就用特工的标准训练他 他能活到今天 实属是奇迹 他怪不得 他能忘记这段痛苦的回忆 这时候杀手已经进来了 老白不慌不忙 甚至还嚼了个口香糖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口香糖炸弹 别问为啥嚼了不爆炸 你又没当过特工 你懂啥 这时候 一个杀手在侧门绕后了 阿强条件反射 直接干掉杀手 杀手又干掉杀手 危机就这么解除了 至于口香糖炸弹 那毕竟是特工得做的 能挡住炸弹 也比较合理 为了向儿子证明 自己是个秘密特工 老白带他来到了总部 说这个地方绝对安全 结果一进门 宝洁大马 哐当倒地上了 总部成员 集体愈害 老白藏了一口咖啡 发现里边被吓了剧毒 他急忙带着阿强撤离 结果刚出电梯 就遇到两个陌生人 那先下手为枪 老白半倒一人 夺枪和另一人激情对策 结果对方比老白的枪花好一点 成功打中了老白一枪 而策划这场袭击的人 正是老白的死对头 秃顶哥 他买同了特工总部的人 秃顶哥说 要给他巨额报仇 结果是一箱邮票 原来他遭遇了电信诈骗 所有的钱都投资了邮票 而另一边 老白和儿子遭到了围堵 眼看敌人就要追上来了 老白决定 给儿子展示一下 从这个地方跳下去 看着老爹的展示 阿强更不敢跳了 但是敌人已经追上来了 那别无选择 他只能跳下去 阿强此时感觉 自己就是个超隐 老白的伤势很重 那这个情况 肯定不能去医院呢 阿强就想起了 做护士的前女友 前女友被老白处理了伤口 但第二天一找 阿强发现 老爹不见了 推开门一看 老爹竟然和前女友的父母 在聊天 而且还贴心做了早餐 顺便 在大家的饮料里 加了土针机 结果意外得知 前女友的妈妈 竟然是兔多恶的奸细 如今 敌人已经到楼下了 老白掩护 让三个年轻人先走 结果没跑多远 阿强和他的前女友 就被抓住了 小卷毛因为跑得太慢 躲过了一几 老白补充了装备 打算去营救儿子 小卷毛第一次看到墙 那难免有点兴奋 优雅西装穿上身 身上跨着五连盆 但此时 老白面临重大抉择 儿子身上被绑满了炸弹 车站的人质能有上万 兔头哥的目的就是 老白能不能为了救数万人 牺牲自己的儿子 炸弹的倒计时 会随着儿子的心跳停止而停止 很快 处理炸弹的专家就来了 但专家也束手无策 毕竟专家只会看数据 写论门 好在老白有一条妙计 他让儿子吃了一大袋花生饼干 很快 儿子就因为过敏 无法呼吸 心跳骤停 老白迅速拆下了炸弹 并且注射好了准备的解药 唯一解决了 但兔头哥还没有解决 老白决定一个人去团灭他们 但儿子非要一起去 老白很欣慰 就把双枪交到了儿子手中 下一秒 兔头哥就出现了 儿子毫不犹豫 瞬间轻空弹夹 那老白看不下去了 把自己的枪丢给了他 可能老爹的枪 有自动瞄准 儿子成功干掉了一名敌人 老白想开车去追兔头哥 结果又出现一个大汉 那气场十足 对着他们疯狂扫射 脸上充满了自信 按照电影设定 轿车会被打爆 可惜 他不是主角 正当两人熟了一口气时 前方亮起了车灯 兔头哥 开车向他们撞来了 老白正要跳车 结果儿子的安全带卡住了 他一枪打断安全带 一个飞夫救下了儿子 自己却没能逃出去 最终 他在儿子的怀里去世 儿子接过老爸的枪 却发现 兔头哥受伤跑走了 顺着血迹 他找到了一个柜子 毫不犹豫 清空了弹夹 但下一秒 兔头哥却在背后出现 但儿子丝毫不慌 掏出一个口香糖包装 是老爹的口香糖炸弹 而前女友 因为曾经的生活太平淡 和自己分手 如今经历了这么一场刺激的战斗 那前女友肯定不会觉得平淡了吧 所以说 女生到底在想什么 你永远都猜不透 那么这期要事吧 咱们下期见 么么的